退府会位于台湾西北部 仅靠台北都会区 大部分是丘陵台地 地形狭长 临山面海 有一般的学生 正为某问题深深困扰中 从图书判读到丈量放样 2D平面到3D制图 并学习相关作业法规 及流程 听着林木发建筑师 说着古服的建筑木构技术 让我们知道 设计不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存在 还有知性 艺术等等面向 佛心又幽默的陈山岩老师 哎呦哎呦 颇受同学喜爱模仿 每个键盘指令教学生动有志 令同学一辈子印象深刻 再加上曾约翰老师风趣的歌声 逻辑新兴教学风格 产生欢愉的互动欢唱情景 苏晓琳老师喜欢透过讨论与检讨 过程中让同学多面向思考装修法规 透过业界的装修案例分享 使同学对室内设计有更深层的学习 周海鑫老师认真运用教学策略 指导同学快速学习 从室内配线到管路水管配置 结合实作与统包经验 细心教学让同学对实作充满热忱 私底下个性直爽舒服轩设计师 不仅仍好相处 更灵活运用一堂课时间 从一点透视到平面图 丈量及手绘 把每个同学当超人的概念来教学 他就是一个把空间跟学生 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设计师 喜欢透过细心聆听的程世玄设计师 从屋主需求访谈表到专案提报 添购装修材料及家具产品 运用空间色彩及导入充分采光 给予舒适惬意的居家氛围 使我们课程中发挥精湛设计巧思 各种细节有条不续地加以结合 让同学作品看起来协调又舒适 最后正门904小时的室内设计食物课程 同学们从零开始 后学深思 学习着AutoCAD SketchUp 3D Max等软体 并取得相关阵照 一年到底 始终如一的郭老师 每日都是一件白衬衫 一件牛仔裤 万年不败的独立风格 带领着我们这一班 在这个地方顺利结业 并迈向人生的贝贝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